然后撑起人家 问来一句大人的是小孩子别管了 哎小哥 哎呦 哎呀 啊好痛啊 我没事没事 那个 我是从那下面走上来的 我走了好久我都没看到有人 就我看见那前面有户人家 那是我家 你家 那个我可以去你家休息一下吗 我摔得也好痛啊 我的水也喝完了 我想去你家休息一会儿 喝点水 可以的 那那我跟着你走啊 好的谢谢啊谢谢 这路有点不好走小心一点啊 好的 确实这个路确实有点不好走 你背着东西你小心一点啊 别跟我拉你啊 不用你背着东西 我自己爬的上来 哎呀 你家有狗啊 他不咬人呢 我有点怕你 你还是给他牵着一下嘛 可不可以 嗯好 就我 不敢 啊 这是你们家的 嗯 猪圈 哦 猪圈养猪的 哦 好的 谢谢啊 就我觉得有点乱你不要嫌弃啊 嗯 没关系啊 来 你都 差点 哇 他们家真的好多腊肉啊 烧火啊 烧 烧火吗 嗯 挺冷的 是 你们这里都风有点大啊 嗯 对 我们这儿风很大 对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还有太阳 这会儿就 风一阵一阵的 就有点冷了 来喝水 啊 好的 谢谢啊 哎 你拿手机是在看我吗 啊 我就是 我想把你们这边的这个生活记录下来 放在我那个个人社交网站上 可以吗 嗯 可以 嗯 不介意啊 没有没有 这个水有点多 我喝不完啊 喝不完 我给你倒了 好的 谢谢啊 谢谢啊 嗯 不喝了 那个 其实我今天在那个镇上就吃了两个包子 我好饿呀 我看见你们家这个腊肉我更想吃了 哈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 没事 没事 你说 没事 就是我可不可以花200块钱在你家吃个腊肉啊 嗯 可以的可以的 不用给钱的 不用给钱啊 哎 要给的没关系 我 我有钱的 我们也要做饭吃的 要做饭吃的是吧 你烤得这样滑 哦 好的 那谢谢你啊 吃这个吗 这个有点大 会不会吃不完 啊 好的 小哥为什么要放在火上面烤呢 嗯 就是这样烤一下这个皮会软一点 哦 吃起来会好吃一点 哦 懂了 我都没见过肉是先要这么烤的 这个都是要这样的 哦 小哥 嗯 嗯 方便问你今年多大了吗 嗯 嗯 我今年二十岁了 二十岁啊 嗯 嗯 啊 那比我小哎 我还一口一个小哥的喊 嗯 不能这么喊了 没有吧 没有吧 我看你比我还 看着比我还要小了 没有 我大你三岁了 我二十三岁了 嗯 我算你姐姐了 要这么说呢 我还小哥小哥的喊 那你就叫我阿左吧 阿左是吧 那我就叫你阿左了 嗯 我叫之华 你叫我 对 我叫之华 这个名字好好听 你会讲的 嗯 没有 我爷爷是语文老师 所以他给我取的 吃饭吃饭 你吃饭 这个腊肉好香啊 来 啊 谢谢啊 嗯 真好吃 这个腊肉 今天什么忙都没帮上 饭也是你做的 我连火都不会烧 真的很好吃 你吃饭呢 嗯 好啊 那阿左我就先回去了 今天谢谢你请我吃饭啊 嗯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拿得出手的 你不嫌弃就好 嗯 你不嫌弃啊 很好吃啊 你家的腊肉特别好吃啊 那我下次还可以来你家玩吗 嗯 可以可以 嗯 这里只要近一点 走 我送你过去吧 嗯 好的 嗯 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 我下次来的时候给你带 没有没有 你人来就可以了 嗯 那我自己看着买一点吧 不用买不用买 嗯 好的 那再见啊 再见 嗯